尊敬的,注意同修,注意护法,大家吉祥,阿彌陀佛。 今天,在借这一次共修的姻缘, 跟大家来讲一讲,也是来互相的鼓励。 首先,我们一定要知道,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, 我们一定要重在实质,不能重在形式。 如果我们只是念佛做一个样子, 不是真正在修行的话, 那这句名号对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好处, 只是修一点福报, 跟阿弥陀佛借一个好缘。 如果今天我们重在实质,真修行的话, 那这句名号的好处就太大了。 而最大的好处利益,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, 离苦得乐, 而且生死自在了五卦爱。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最大的好处。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, 有修跟没有修, 是有很大的区别。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, 人生无常, 生命是很短处的, 什么时候走, 什么时候离开, 我们是没办法遇到的, 所以每一天要不断地改过, 不断地修正, 不断地来修行, 那将来啊, 我们有很大的好处。 那今天啊, 师父啊, 非常的感恩, 感谢你们, 我们的博士, 进中学会的同修, 给师父啊, 这个机会跟大家结个法缘, 好, 释迦牟尼佛呢, 一生讲经说法, 四十九年, 而这四十九年的法门讲了多少呢? 无量无边, 归纳起来, 共有八万四千法门, 那佛为什么要讲八万四千法门呢? 因为我们众生, 有八万四千的烦恼, 而且严重的烦恼, 这个烦恼是讲我们的习气, 我们的习气啊, 是非常的严重, 每个人都有不善的习气, 不好的习气, 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呢, 释迦牟尼佛, 才为我们讲八万四千法门, 目的就是一个, 就是帮助众生, 让众生个个能够断烦恼, 了生死, 而最后能成佛道, 这个就是讲八万四千法门, 但是啊, 但是啊, 那释迦牟尼佛既然讲八万四千法门,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末法时代告诉我们, 也劝导我们, 你要以念佛为主啊, 以念佛为主啊, 那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啊, 连十方一切诸佛如来, 都没有一尊佛都不劝导我们念佛的, 你今天遇到观世音菩萨, 观世音菩萨也告诉你, 你不要念我的名号, 你好好念阿弥陀佛, 像法造大师问到, 遇到我文殊势力菩萨, 问文殊势力菩萨, 修什么法门是最快的, 文殊势力菩萨也是告诉他, 除了念佛法门, 其他的,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, 而且释迦牟尼最特别在弥陀经里面, 联系的四次告诉我们, 你要发愿, 你要修行将来离开这个世界, 你要赶快到西方解决世界, 而且十方一切诸佛如来, 来到这个世间教导众生, 都是以什么着为心呢, 都是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为中心, 所以尊敬的, 这位同修大德, 那为什么呢, 很多原因, 那像我们今天, 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, 有时候很多人, 现在念佛很普遍, 你问他, 你念阿弥陀佛做什么, 他不知道, 我也不清楚, 反正有念就好, 无聊嘛, 在家里没事, 像台南, 很多老人家, 都要替佛堂上班, 上什么班, 上佛班, 到佛堂做什么, 念佛, 没事啊, 但是很多老人家都不知道, 我念阿弥陀佛做什么, 所以, 尊敬的, 主义同修大德, 法门要选择对, 如果选错了, 那就浪费这个生命, 因为这个生命太珍贵了, 太短处了, 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, 遇到这个法门, 你就不好好珍惜, 那你就真的很浪费, 所以今天呢, 我要借这个姻缘, 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, 做一个简单的提醒, 什么提醒呢, 为什么偶一大师在尼陀经要解, 把现净土法门特别列出来,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念佛, 什么原因呢, 有三个特色, 我们一定要知道,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三种特色, 好好去了解, 那你这一生, 你的福报是最大的, 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, 所以什么样的人是最大的福报, 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是最大的福报, 什么原因呢, 我们看下面, 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, 做一个参考, 我们念佛有三种的特殊, 而这三种的殊胜的意义虽然很多, 但是简要的说总不出下面的三点, 哪三点呢, 我们看第一点, 念阿弥陀佛啊, 是三根仆贝, 三根就是上根, 中根, 下根, 利盾全说, 利就是讲很聪明的人, 那一种很特别聪明, 盾得特别笨的, 全说都能够得度,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,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, 念佛法门,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的人, 都可以修, 上根上至故人能修, 但是顿根的人也一样可以修, 不管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, 非常方便, 非常的简单, 你今天想要修产, 你怎么修啊, 没有能力, 你想要修, 观想, 观法, 你怎么能够观想, 也没办法修, 这一句名号, 你醒住坐卧, 你走到哪里,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地方, 你在一切处, 一切时, 只要你能肯念, 你就能够修, 不用花很大的力气, 也不用去背它, 你能够顺口, 而能够来念, 所以古德说得好,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, 上上根不能鱼其捆, 下下根欲能, 真其欲啊, 什么叫做愚, 愚就是超越的意思, 什么叫做真, 真就是讲你能够达到, 欲是讲目的, 目标, 什么意思呢, 我们看下面, 就是说上根上至的人, 不能超出这个法门, 而下下余的人, 能修这个法门, 而且也能够入道, 也能够成就,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, 就算下下根的, 那种不认识制的老阿公, 老阿嬷, 也不懂什么样的诵经, 一生从来都不诵, 也没有送过半部经, 像海贤老儿上, 出家, 从来没有读过半部经, 也没有讲经过, 出家以后老师交代他, 你要永远记住老师念这句阿弥陀, 九十多年不改变, 从来不动摇, 但是你看海贤老儿上的成就, 比任何人更殊胜,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, 我们看看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, 你看哦, 你看那个清朝, 有一位居士姓王, 这名叫王呆头,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, 什么叫王呆头啊, 你看哦, 他一生呢, 人家怎么对待他, 批评, 冤枉, 回谤, 侮辱, 取笑, 甚至于类打他, 他有没有跟人家计较, 不但不计较, 天天笑嘻嘻的, 笑咪咪的, 而且人家给他钱也不懂用, 你想一想, 世界上有这种人, 所以他活得很自在, 活得很快乐, 我们为什么懂得, 我们为什么活得很辛苦呢, 因为你, 每一件事要斤斤计较, 你看那个王呆头,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, 人家批评毁谤, 他不会跟人家计较的, 我们呢, 听到人家讲你一句不好的, 一些让你很难受的, 心里难受, 你跟人家计较, 听到人家冤枉你, 你起了一个参赞心, 听到人家今天来骂你, 你又不高兴, 就跟人家计较, 你说苦不苦, 很苦啊, 所以傻人又傻得福气, 所以有时候真的, 我们有时候想到像那个王呆头那样, 人家骂你, 哎呀, 阿弥陀佛, 人家怎么说你, 阿弥陀佛, 人家怎么批评你, 也已经阿弥陀佛, 人家冤枉你, 甚至来打你, 也已经阿弥陀佛, 能不能做得到, 做不到, 所以我们念佛啊, 为什么会很难成就, 就是这个原因, 那个心的问题, 所以王呆头呢, 有一天啊, 被一位成道人, 这个成道人呢, 把他带到回去, 然后来照顾, 每一天啊, 叫他做什么呢, 扫地, 而且啊, 又砍财, 又剪财, 晚上睡觉之前, 一字香念了阿弥陀佛, 拜至少要一百拜, 但是王呆头呢, 他有一个弱点, 什么弱点呢, 就是说, 他的记忆力很差, 这个成道人啊, 每一次叫他念, 南无阿弥陀佛, 前面南无记起来, 下面阿弥陀佛就忘记了, 阿弥陀佛记起来, 前面的南无就忘记了, 所以啊, 他每次念佛的时候啊, 不知不觉啊, 很困, 就睡着了, 这个成道人啊, 每次来看到他在念佛, 念到睡着的时候, 拿着长这个长竹竿, 来打他, 跟他讲, 长得这么笨啊, 还不努力, 还不用功, 还拖懒, 今天如果老师骂你这个, 学生这样啊, 可能哦, 上天这个学生可能跑掉了, 所以现在啊, 众生不好度啊, 真的啊, 没想到呢, 这个王呆头呢, 听话啊, 不知不觉三年啊, 有一天啊, 他大概这个晚上七八点的时候, 突然间啊, 笑哈哈的, 他的师父啊, 这个弟子有一点怪怪, 为什么突然间笑哈哈, 赶快拿这个长竹竿啊, 赶快冲进去, 又要打下去的时候, 这个王呆头告诉他的师父, 师父, 你今天不能打我了, 为什么呢, 哦, 这个王呆头啊, 就告诉他的师父, 一句话, 师父啊, 你十八年哦, 你这么苦行修行, 还不如我, 老实听话念阿弥陀佛, 天天拜佛, 如果你这样修的话, 你早就见阿弥陀佛了, 所以这个王呆头啊, 告诉陈道仁之后, 隔天早上走到商店, 到山上的时候呢, 站着, 往西方, 一字十字, 往上西方节的世界了, 而且火化出来, 又有色力子, 三年耶, 你想一想, 像王呆头这样的人, 都能够成就,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? 那我们不能的成就的原缘在哪里? 不要说, 一字死字往生西方节的世界, 你能不能念佛的时候, 你的心清静, 烦恼气, 智慧长, 没办法呀, 所以偶一大师, 我们看下面, 所以偶一大师啊, 告诉我们啊, 这个法门是, 若智若语彼有份, 是难是你总堪修啊, 什么意思呢? 人, 无论是老少, 无论你是上上跟的, 下下跟的人, 乃至一般一夫一夫, 都能够来修这个法门, 为什么呢?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, 无论你是老少,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, 只要你有心, 你就能够修, 为什么呢? 很简单嘛, 我们看一下, 什么原因? 因为, 很简单嘛, 你会不会念, 南无阿弥陀佛, 或者念四字, 念阿弥陀佛, 会不会? 会不会啊? 会不会念? 很简单嘛, 你们不是很顺口的吗? 也不用力气啊, 也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去念啊, 南无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, 而且连小孩, 三世的小孩, 也都能够念, 但是, 但是, 我们看下面, 虽然这六字鸿鸣, 连三岁小孩都能念, 不过要将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, 念到纯净, 纯善清静, 念到能够一心不乱, 八十老翁, 未必能够做得到, 这个是不是真的啊? 当然真的啊, 你能不能念到心清静, 得到一心不乱, 我们能不能做得到, 做不到啊, 不要说外面, 说我们自己, 你看看你们念佛, 念佛的时候, 心有没有清静, 不念佛的时候, 你的那个习气, 因为去造业, 也太难了, 虽然很简单, 八十岁的老翁也做不到啊,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, 往生的人少, 什么原因呢? 你看, 我们在往生传里面, 净土圣旋路里面, 大家都看到, 三年五载, 至少三年, 顶多五年, 你看, 大家都一直是往生西方其他世界, 我们今天给我们时间三十年五十年, 也未必能够成就, 什么嫌韵呢? 你那个心对阿弥陀佛, 没有真正的恳切, 你那个心对阿弥陀佛, 不是真正念出来的, 你不是用你的心念出来的, 你是用你的, 或用我们的, 这个, 口念的弥陀, 你不是用你的心去念, 如果你用你的心去念, 你的心会跟阿弥陀佛会起相应的, 就是这个原因, 就是这个原因, 所以映光大师, 我们看下面, 映光大师在这个, 在世的时候, 常讲, 下手艺而成功高, 用力少而得孝数, 什么意思呢? 什么叫下手艺? 就是说,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很容易, 而成就的功行都非常高, 用力很少, 这讲什么呢? 你不必用很大的力量来修, 但是所得到的效果都非常之快, 在其他法门就找不到的, 非常快啊,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净土中的十三代祖师, 他们都是通宗通教的, 明星见性的, 你看他们放下一切, 一生专念专行专哄, 后来成为我们净土中的历代祖师, 特别是林子大师, 林子大师怎么说? 八万四千法门, 饶给别人行, 三藏十二步, 饶给别人行, 我好好, 老老实实地念这句阿弥陀佛, 一生从来不改变, 所以我们要听话, 念佛不一定要带这个佛堂, 回到家里有空, 只要有空, 哪怕是五分钟十分钟, 赶快提起这个正念, 只要你有时间, 走到哪里, 依据阿弥陀佛, 给自己定一个时间, 我一天要念一万遍, 我一天要念五千遍, 我一天要念三万遍, 我一天要念两万遍, 给大家一个时间定功, 让大家才不会懈怠, 让大家能够懂得精进, 用功,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, 寿命太短处了,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, 把这个时间应用在哪里, 不断地在修缩, 不断地在断恶, 这样念佛, 你才能够会有成就, 念佛是这样念的, 所以念佛是在生活里面, 在日常, 在处世待人节物, 去培养的, 不是在临终的时候在培养, 你在临终的培养的时候, 你是来不及的, 我们不是那么大的福报, 能够遇到好的善知识, 能够遇到好的同生道友, 能够为我们祝念, 为我们帮助, 我们有时候没有这种的福报, 所以要靠自己, 来培养这个福报, 将来呢, 才不会这么辛苦, 把这个福报留下来, 晚年的时候才来享受, 时间到了, 自自在在的, 聊五挂爱, 往生净土, 那不是更好了吗, 所以啊, 影光大师告诉我们, 我们看下面, 要如何念佛得到效果, 而能迅速呢, 又怎么样得到啊, 影光大师告诉我们, 自诚恳切, 认真的念, 老实的听话, 各个一定都能够, 我相信哦, 都能够成就, 而获得念佛的利益, 而最大的利益就是, 得一心不乱, 断烦恼, 正菩提, 这个就是念佛最大的利益, 要记得哦, 往生西方净土, 靠的是心清净的, 心不颠倒的, 如果今天我们先颠倒, 又心又不清净, 打不到那个信念, 对弥陀的名后, 是往生不了的, 非常难得啊, 所以啊, 我对你们有相信, 我对你们啊, 有信心,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间, 我们一定啊, 同居在极乐, 亲近阿弥陀佛, 过什么样的快乐, 永恒平安的吉祥, 我对你们有相信, 我对你们有信心, 哦, 你要信心自己啊, 哦, 你们有没有信心啊, 这个很重要, 哎呀, 师父啊, 我今天哦, 天天念佛, 但是烦恼没断, 哎呀, 是这样, 我能不能往生净土, 我将来离开这个世间, 我能不能成就, 你要相信你自己, 你看那个偶尼大师, 把那个, 那个弥陀经要解里面, 把这个信自己, 排位在头一条, 要告诉你啊, 你要相信你自己啊, 你一定会成就的, 所以尊敬的, 注意统就他的, 你要记得啊, 我们这个世间, 真的, 什么都带不住的, 哦, 没必要过于执着, 该放下的要放下, 该努力的要去努力, 要努力什么呢, 赶快把它争取这一朵莲花, 时间到了, 我们赶快到西方起的世界,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啊, 太乱了, 哦, 你看现在外面的杂志, 哦, 这个, 很多国家, 都在争取了, 将来会引起, 第三次世界大弹, 战争那就惨了, 这个世界真的走到毁灭的地球了, 哦, 这个, 你在这个地方, 你能够平安住下来, 不一定, 哦, 好好努力, 哦, 一切许愿, 最主要的, 把自己, 最大的目标, 最好的方向, 好好抓住, 珍惜这个机会, 所以, 只要明白, 我们看下面, 只要你能够明白念佛的意义, 依法能够专修,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成就的, 这个就是, 第一个特色的第一点, 念佛的特色,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, 无论你是上上根的, 下下根的, 你都能够成就, 也都能够修, 这个就是第一, 那第二是什么呢, 我们看下面的, 这个很重要哦, 在一切法门当中,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,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,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,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, 念佛法门的特色, 无比的殊胜, 就是可以戴业往生, 在一切法门中, 没有的, 学人烦恼的种子还没断, 修行到你命中的时候, 只要正念分明, 心不颠倒, 就能够得到西方三圣皆严, 我们到西方净土, 这个叫做什么, 戴业往生了, 释迦牟尼佛讲了, 无量无边的法门, 唯独净土中, 才有戴业往生的, 其他法门, 你一定要断烦恼, 你不断烦恼, 你是不可能正菩提的, 净土法门, 你不用断烦恼, 只要你辅助你的烦恼, 你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 所以念佛功夫最低的成就, 就是念佛功夫成片, 功夫成片就是辅助你的烦恼, 临终的时候, 你记记清清楚楚, 这句阿弥陀佛, 你没有一丝毫的怀疑, 你的愿力, 你的心就是跟阿弥陀佛是一致的, 只要你抓住这个, 你就能够得生净土的, 虽然我们业还没断尽, 虽然我们没办法, 这个业的种子还存在, 只要你对阿弥陀佛, 只要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, 只要你能够改过, 只要你能够忏悔, 哪怕是你的左脚在五间地狱, 你的右脚还在这个世间, 阿弥陀佛都能够帮助我们, 你说这个法门, 在一切法门当中是没有的, 唯独净土法门才有的, 今天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, 你能够闻到这一句话, 听到这一句话, 说明什么呢? 说明你的福报很大, 你要珍惜, 你要感恩我们这些主义大德, 那真的, 是否以前到台湾, 读书, 学习的时候, 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, 整个心就安了, 为什么? 我有一个依靠啊, 我有一个寄托啊, 为什么呢? 你看我们这一生, 不要说断烦恼, 你不被外面的境界而所迷惑了, 已经算不错了, 不要说断烦恼, 你不被外面的境界, 顺境也好, 逆境也好, 善缘也好, 恶缘也好, 你只要不被这些外面的境界而所转, 那你念佛功夫成就了, 所以念佛要懂得转境界, 境界来了, 人家批评, 把这个批评变成什么? 变成阿弥陀佛, 今天人家来焉望你了, 把这个焉望变成什么? 变成你自己的阿弥陀佛, 今天有人来回评, 诽谤, 侮辱你, 甚至来杀害你的时候, 你把他当做什么? 当做他来考验你, 来成就你, 那你今天你念佛成就了,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要遇到这些小小的问题, 你要被这个境界而所转, 那这样的领终的时候, 你怎么转这个境界呢? 你怎么能够往生进度? 是不可能的, 所以尊敬的, 除了同修大德, 会念佛跟不会念佛, 是有很大的区别, 所以今天你是考验一下, 对自己考试一下, 从今天我开始, 我是不是真念佛? 比方说你遇到一些境界, 你把它记起来, 今天我骂人了, 今天我又生气了, 今天我又不高兴了, 今天我又跟人家计较了, 今天动不动, 我又不讨厌人了, 你把它记起来, 你比一比, 你在一个月当中, 你想一想, 你念佛的功夫多, 还是你的喜气造的业多, 你自己想一想, 你就明白了, 所以这个法门的特色, 就是在这一点, 所以我很喜欢, 这个法门, 就好像有一个寄托一样, 虽然我们烦恼未断, 虽然我们不是达到明星见性, 大彻大悟, 但是起码, 我的心有阿弥陀佛, 我的一面, 阿弥陀佛, 我走到哪里, 都是阿弥陀佛, 无论我在哪里, 我在工作, 我在上班, 我在赚钱, 我在对大家的服务, 我为大众的服务, 无论你在哪里, 无论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, 在一切处, 一切处, 我都是接取阿弥陀佛名后, 你想一想, 你将来一定会亲近阿弥陀佛, 你将来一定得胜净土的, 我相信, 大家一定要这样的, 念念不理阿弥陀佛, 心里面都是亲挂阿弥陀佛, 你想一想, 会不会成就, 一定会成就的, 所以, 尊敬的, 主持统修大德, 我们今天, 是非常难得, 跟大家见面, 没有别的, 就是要来鼓励, 最大的鼓励是我自己, 跟大家讲讲话, 等于跟自己鼓励嘛, 要不然我们容易懈怠啊, 对不对, 你看, 今天, 一两个小时念阿弥陀佛, 回到家里, 有没有念阿弥陀佛, 不一定啊, 喜记照旧啊, 看电视, 看电视, 看杂志的看杂志, 聊天的聊天, 讲话的讲话, 哎呀, 反正一个星期, 两个小时过了, 不够, 要天天念, 哦, 你看那个, 那个龙鼠, 这个, 这个, 连思大师, 应光大师, 一天念了几万圣佛号, 你要这样的, 给自己, 做一个功课, 从今天开始, 那第三点的是什么呢,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,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, 那今天呢, 做一个简单的, 跟大家报告, 我们有这个姻缘, 能够聚会, 然后来一起诵经, 一起来念佛, 那真的啊, 非常难得, 再加上, 说实在的, 我们这个人生, 说明太短暑了, 你要好好珍惜, 我们拥有的这个时间, 只要好好有空的时间, 你要好好念佛, 对你有很大的好处, 像这个最近有一个发生了一件故事, 蛮精彩的, 就是有一位老居士, 姓韩的, 得了一个肠癌, 天天痛得不得了, 但是呢, 因为他对, 一生, 常常念观世音菩萨, 所以天天喊观世音菩萨, 观世音菩萨,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, 我天天很痛苦, 你看哦, 他老人家, 晚上做梦, 梦见什么呢, 梦见观世音菩萨跟他讲话, 告诉观世音菩萨, 你为了, 为什么你不救我, 你要赶快救我, 观世音菩萨, 告诉这个韩居士, 说什么呢, 你要好好念佛, 因为你的造业太重了, 你一生的业造的太重, 所以你要赶快念阿弥陀佛, 没想到, 结果是怎么样的呢, 我们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, 今天啊, 讲单啊, 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, 希望大家好好有功, 好好努力, 老实念佛, 听话正干, 谢谢大家, 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,